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了这么多年呢 曾经也是第一次知道 既然有这么迷你的纷枕 只有手掌大小诶 中国传统纷枕的图案呢 很多都是有一些吉祥的寓意的 比如说这一款纷枕 它就画的是花开富贵 人们把牡丹花开视为富贵的象征 这也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 这款纷枕上面画的图案呢 叫雨月龙门 雨月龙门呢 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神话传说 它现在一般是指 事业成功或者地位高深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试 一起做一个简易可爱的小风筝吧 纷枕呢起源于中国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它一开始不是玩具 而是用渔军式探测 比如说中国就有一个皇帝 叫梁武帝 他曾经被困在城内 然后呢他用风筝去求救 到了唐宋时期 风筝传入民间 就才成为人们的玩具 因为风筝曾经用木头来做 所以它叫木渊 后来又用纸糊 所以叫纸渊 直到后人把它定名为风筝 这个名字才用到现在 但是呢民间仍然有渊和药的称呼 在北方呢叫纸渊 南方呢叫药子 阳江风筝呢是中国风筝里面 南药的典型代表 其中灵芝风筝比较出名 它顶端的腾宫呀 可以发出骨针的跃声 而且呢声音还可以随着风变化 据说当这只没有尾巴的风筝高耸入云时 就算看不见风筝的声音 也能听见它发出的声音 唯仿能有叫渊都 唯仿的风筝具有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 特别是在风筝的造型结构和绘画色彩上 把制作木板年画的工艺移植到了风筝上 把国画的传统记忆运用到了风筝的绘制上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绿色彩混合器 这就是我们这期做出来的风筝 我们下期再见咯